在上节课的一个学习过程中,我们已经介绍了VUE的组件化,怎么去使用这个组件,怎么去定义这个组件,并且讲了一个局部组件,还有全局组件的一个区别,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个全局组件,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个局部组件,那么在这节课过程中,我们看一个叫做单文件组件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VUE里面独特的一个组件写法的一个形式,那么在介绍单文件组件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个什么呢? 介绍一个VUE的脚手架,那脚手架是什么呢?脚手架可以快速的给我们构建我们的一个项目,那我们都知道在工地上,脚手架是不是先在我们盖楼之前搭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钢架子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去搭建完成这个楼,那么在这个开发过程中也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脚手架,我们可以快速的去搭建一个项目,那搭建这个项目里面有什么呢?里面就有一些开发的环境,那什么是开发的环境啊?里面有WIPAC, WIPAC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是一个打包工具,可以把很多的文件打包到一起,在这里面可以用模糊化去开发我们的一个项目,那在这里面我们模糊化开发完之后,一打包就征成了一个GS文件,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并且在这个WIPAC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把ES6的语法给转换成ES5的语法?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如果使用ES6的话,是不是要考虑兼容性的问题?因为我们ES6是2015年进行发布的,那2015年之前的语法器肯定是用不了的,那2015年之前的语法器你不能不考虑啊,因为还有很多人去使用2015年之前的语法器,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只能在开发的时候,把我们的ES6语法转换成ES5的语法,然后再供其他人去使用,用户去使用,那这个还有一个转换的功能,转换的话就是用WIPAC的Bableloader,那Bableloader也是一个非常好用和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啊,那除了这种Bableloader,这种ES6转换成ES5的工具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SaaS啊,Less啊,可以转换成什么?可以转换成CSS,因为我们乱七肯定只使用一些CSS,JS, HTML这三大语言的,那还有呢,还有我们可以开一个测试服务器,那开一个测试服务器的好处就是,可以更好地去模拟一下用户使用的环境,因为用户是不是肯定不是直接去在本地去打开的一个网页,他应该去服务器去取我们的网页,那么如果我们开一个测试服务器的话,可以更好地发现我们开发工中的一些问题,可以及时更改, 不必要我们上线了,发现在本地打开好好的,一上线了可能就出现更容易的bug,那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应该避免的,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交手架的好处,可以有一个开发的环境,并且呢,并且可以快速的去构建一个项目,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交手架怎么去使用啊,那在这里面我们在谷歌或者是百度里面去搜VOE CLI,那在这里面GitHub里面就有这个VOE CLI,VOE CLI就是一个交手架, 交手架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命令行工具,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行工具去构建一个快速构建一个VOE的项目,那在这里面,这个交手架已经升级到一个3.0了,但3.0我会发现它还有一个alpha版本,alpha就是一个测试版本,它的一个文档还不算太渐渐,不算完善,所以说现在稳定的版本还是2.0完善,并且3.0跟2.0改变很大, 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它的分支是第一微分支,那我们切换到master分支上去,那么这个master分支才是这个2.9.3版本,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9.3版本,这个比较稳定啊,那我们首先如果想使用这个VOE CLI的话,第一步也是去安装的,安装的话一定要注意你需要安装三个环境,第一个是node环境,node环境需要大于等于6.0,最好是8.0啊, 然后在这里面需要npm环境,npm必须大于等于3.0,那如果你下node6.0的话,它的npm就是3.0了,如果你下node是8.0的话,那个npm就是5.0了,这个你这个node环境就集成了这npm环境,因为npm是我们nodejs的一个包管理工具,然后还需要这个get,还需要这个get,那这三个环境你安装好了,就可以安装我们的这个voe了,那么voe CLI了,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npm install, -g,然后一个voe CLI,是不是我们在全局去安装的一个voe CLI这个包啊,那我们在全局安装的一个库,一个包的话,一般都是一个命令行,什么是命令行啊,我们打开我们的命令行,如果你是windows的话,就是cmd,那我们随便挑一个命令,你一回车,是不是就是command not found,这个命令不存在,那如果我们挑voe的话,你不安装的话,这个voe这命令肯定是不存在的,当然在这里面我安装了,它在这里面可以显示出来,那voe这个命令, 不存在的话,我们就无法使用voe这个交手架,那么所以说首先,我们说应该安装voe这个命令行的工具啊,可以在终端去使用voe这个命令,可能你们在以前安装vpack的时候,是不是首先得安装一个vpack全局啊,安装vpack全局什么意思,就可以在这里面去使用vpack这个命令了,要不然你打vpack这个命令,它是一个command not found,命令不存在的一个情况, 那么安装任何的东西,我们一般如果你想使用命令行的话,都是先安装到全局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给它安装到这里面去,我们npm install,刚这个voecli,那在这里面我就不安装了,因为在这里面我就安装完了,然后在这里面你如果看它好不好使的话,你输一个voe,刚刚warit,就可以看它的一个版本号,如果它显示一个版本号的话,说明你安装成功了,如果它显示一个command not found,说明你安装失败了,你安装失败的话,就再去安装一遍,可能因为网速的原因, 它丢包了,那么丢包的话,你在安装里面就好了,那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voe给安装好了,那我们就可以用voe去这个命令行,去生成一个快速的一个像模板,那我们在这里面怎么去生成一个快速的像模板,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是voeunit,有这个命令,然后呢,它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你这个模板的名称,那在这里面我要介绍一下,它给我们的一个三种模板,第一种模板就是我们 我们官方voe3r给我们提供的模板,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自定义的模板,第三种就是本地的模板,我们一样一样去说,那我们这个官方的模板主要给我们提供了六种,一个vpack,一个vpack,一个vpack simple,一个brossify,brossify也是一个打播工具,那么我们一般现在都用这个vpack,还有一个brossify symbol,还有一个pw,还有个symbol,这六个模板,那我们这个模板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用了这个模板,你创建出来的就跟它我们这个模板一模一样的一个文件目录,那我们可以打开这个vpack的模板,我们打开一下,然后在这里面vpack模板里面有一个文件叫做template,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录,那如果你用这个模板的话,你在本地下就会有一些这个文件目录,就相当于它把这个文件目录,这vpack配置已经给你配置好了,然后你直接把这个目录从服务器下下载下来,下到了你本地, 你直接用这个目录去创建一个,构建一个vue的一个项目,那在这里面,你是不是直接改我们这个vue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就OK了,什么vpack,你就不用配置了,不用再配置一遍,因为vpack配置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里面有vpack模板,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vpack simple,那我们可以看一下vpack simple,那在这里面打开这个template,你会发现它就是比那个目录少了一些,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用这个vpack simple就OK了,vpack模板非常非常大呀, 它的一个功能也比这个vpack simple强大,那在这里面我们用vpack simple就OK了,那还有这个browserify,browserify就是用另一种打破工具叫做browserify去构建一个项目,OK,还有browserify simple,还有pwa,还有simple,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这个时候它给我们提供了官方的六种模板,然后第二种就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定义模板,因为是不是有可能在很多的一个公司,它有一些自定义的一个模板,那自定义的模板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可以按照我公司的一些配置要求来,那假如说公司有个gethub地址,它把一个项目的一个快速目录给上升到gethub地址上面去了,你可以直接拽你跟公司的gethub地址的一个目录,那在这里面就是voeinit,这个gethub的一个目录,然后后面加你这个项目的名称,那这是自定义的模板,那其实自定义模板一般都是传到这个gethub上面去了,或者是get上面去,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本地模板,就是说本地,我在本地存了一套,这个 目录,这个快速文件的一个快速项目的一个目录,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本地的这个复制一份过来就OK了,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voeinit,你本地的一个目录,然后加上你的一个项目名称,OK,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用它官方给我们提供的模板,webpack simple,那在这里面,这个参数就是webpack simple,OK,然后下一个参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名称, 这项目的名称,那在这里面,我先等一下,我现在这个命令好像是在这个根部下,我先跳到这个桌面,然后在桌面上,webpack simple,然后你的项目名称就叫voe,呃,来次,OK,一回车,然后他就开始下载这个模板,对吧,下载这个模板,然后他就会问你系列问题, 如果你用npm init的话,你会发现这个webvoeinit跟npm init,它的一个问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问你这个项目的一个名字,那如果你不写的话,它默认就是括号里面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文件衙的名称,那在这里面,我就用文件衙的名称就OK了,然后项目的描述,项目描述它默认的就是一个voe的一个项目,那在这里面,你也可以修改啊,在这里面我就不修改了,然后就是一个作者,作者就是我,然后还有这个,刘香, 那这个它是从哪读取呢,它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要的一个环境,有get这个环境,get环境如果你们用过的话,是不是首先你需要配置一个两个全局面量,一个就是user.name,一个是user.email,就是你这个get的一个用户名,还有get的一个邮箱名,因为我们get是版本管理工具,如果我们去用这个版本控制工具的话,因为有很多的一个项目是多人学做去开发的,多人学做开发,如果你提交了一个分支,那假如说你这个, 提交了一个版本,你这个版本发生错误的话,是不是想让人定位到你啊,告诉你这个项目错了,那在这里面就是把你的一个信息都给都录入到里面去了,别人一看啊,这个版本是你提交的,然后他就自然而然找你了,有问题就找你去了,所以说在这里面需要作者,那在这里面他就提取了get这个作者,OK,但当然在这里面你也可以改啊,在这里面我就不需要了,然后这块还有一个证书,证书现在一般都用mit,这个就不解释啊,证书, 证书,然后使用这个sus嘛,在这里面我们就不使用吧,那在这里面就是生成了一个view.design这个文件夹,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你会发现,这个文件夹里的东西,跟我们打开这个wipack symbol, 然后打开这个template上,你会发现是不是一样啊,对吧,是一样的东西,OK,都是一样的东西,那在这里面,那如果你有wipack的话,那你下载一下的一个项目,就会跟wipack这个模板是一样的,OK,那我们在这里面他提示了,首先你得cd去到一下这个listen这个文件夹下,然后呢,你是不是要去安装依赖啊,npm install, 安装一下e-line,那安装e-line的过程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拖到我们的一个编辑器里面,然后我们会发现是不是有一个wipack,pag.json,pag.json里面有什么,是不是就是有这些依赖啊,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有运行时候的依赖,我们是在这里面需要voe啊,所以说他把这个voe给加在这里面了,然后就是开发时候的依赖,开发时候我们用babel,babel就是把我们的依赖, 我们的一个es6预法可以转换成es5预法,是不是还有这个cd loader,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用这个cd转换了,然后还有feel loader,还有voe loader,还有wipack,wipack是我们开发中用的,所以说这些依赖我们都得安装上面去,所以说我们直接先是npm install,去安装e-line,然后安装e-line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要运行一个测试服务器啊,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做这个项目,首先得有一个测试服务器, 模拟一下我们真实的访问的环境,那测试服务器怎么开呢,npm转一个第一位,这么去开,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就会在8080段号开一个测试的服务器,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项目写出来,那这块会有一个项目,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他给我们创建了一个初始化的项目,我们以后去写一个新的项目的话,就在这项目点上去改就OK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测试家,是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简单啊,并且他会把这个wipack配置给你配置好了,你不需要自己去配置wipack配置文件了,OK,那我们接下来应该说什么了,是接下来说一下这个目录的一个结构吧,目录结构,那首先我们看一个项目的话,肯定是看看这个pike, 那这些names呀,描述啊,warren啊,作者呀,还有证书我都不说了,然后在这里面有个脚本,脚本就叫npm scripts,那这个就是一个任务管理器,叫做testrunner,testrunner现在比较火的有两款,一款就是这个npm scripts,还有一个就是gulp,gulp也是一个任务运行器,那他俩是现在用的比较火的,那任务运行器呢,就是你输入一个npm,刚才有输入什么了,npm run一个dv,对吧,那其实他就相当于输入一下这个, 那这个命令,那这个命令什么意思呢,说你在这里面呢,看明白这个,wipac-dv server,是不是就是开一个测试服务器啊,wipac-dv-server,然后并且呢,是不是热起,然后并且是出书化就打开的,所以说在这里面,他其实就是,用了这个wipac-dv server,ok,那这个他是不是就会自动读取什么呢,读取这个wipac.js,这个文件,然后去把我们的wipac给配置好, 那这个就是任务运行器,然后gulp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任务运行器,也就是说你给他设置一系列的任务,你运行这个任务,然后他就运行一些东西,那在这里面,我们运行dv这个任务,是不是他就运行这一行代码,就开一个测试服务器,你运行build的这个任务,他是不是就是wipac,直接wipac一下,wipac-dv server,是不是我们把所有的文件打包到哪,打包到内存,他不会打包到真实的一个文件夹下, 你会发现文件夹不会生成,我们打包后的一个文件,那wipac是不是就不一样了,wipac会直接把我们的一个文件给打包,到里面去,那在这里面,我们如果开发完成了之后,是不是我们要把它打包到一个文件里面去,给他拽到服务器上,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运行wipac,那如果我们要运行这个任务的话,我们就是npm转一个build的,当然这是我们如果开完之后,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开发过程中,当然就是开一个测试服务器就ok了,开一个测试服务器就ok了,那这就是一个, 一个testrunner,那如果大家对gulp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进阶班,还有一个旧阶班,那在这里面会有对gulp的一个详细讲解,那么gulp也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个testrunner,写一个任务就可以做一些事情,写一个任务就做一个事情,那也是一个潜能化自动工件工具,那一般gulp还有一个wipac,它可能会一起去使用,好多公司都一起去使用,ok那话不多说,那接下来再看这个开发生运行时的依赖,那不用多说,在这里面我们项目使用, 使用的vue,所以说它需要把这个vue给下载下来,那下载的就是下载到nodemodel里面去,那接下来就是对测试机的要求,测试区需要大于1%,并不能是ie小于等于i18,因为我们是vue不支持小于等于i18的一个版本,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的一个vue它的底层是用set和get去实现了,那set和get用什么去,属性去定义呢, 就是object,define property,那那个属性是es5的预法,那i18及i18以下是es3的预法,所以说它在这里面没有那个属性,没有那个属性,它底层都实现不了,当然没有意就运行不起来,必须还是资金两个版本,是对测试的一个限制,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发时候依赖,开发时候依赖就是多了, 什么bibble,es6,es5,wipac,wipac,buaserver,什么sessloader,都会去在这里面去使用,ok,这就是我们的一个package.json,然后在这里面还有个package.log.json,那这里面我们也说一下吧,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npm5.0里面的东西,npm刚才说了,如果我下node8.0的一个版本,npm是5.0,那它的一个最大的更新就是使我们npm加载的 速度更快了,加载的速度更快了,那为什么加载速度更快了,那你想一下,我们是不是首先运行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首先是不是得加载这些依赖啊,对吧,我们是不是需要加载voe的依赖,bibble核心依赖,然后你会发现这依赖下载到这个nodemodel里面去了,但是你打开nodemodel,你会发现,是不是不止这几个依赖啊,是不是很多很多依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这个bibblechrome,什么这个voe,这些 酷,这些一个依赖,也是去依赖其他的一些东西,那么随便打开一个bibble核心,那你看一下他的pibble核心,他是不是也是别人写的一个项目,他写项目的过程中,也不是从零开始化造轮子,他肯定也是借助别人的轮子,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呢,他说也会有一个依赖,我们看一下,说dependence啊,说也是运行这个bibble核心,你首先得下载这三个,所以说fand什么,我们找一下这个fandculture,或者是买,找这个makeDRP, 找一下makeDRP,找m,makeDRP,找m,makeDRP,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这里面有没有依赖啊,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依赖,也就是说,要想使用这个库的话,你得下载这个,那是不是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一个签套啊,我如果想跑起来我这个项目, 你首先是不是得加载voe,那如果你使用voe,那你是不是得使用一些其他的依赖,那你想象一下,那是不是他不可能是平铺的下载,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npm install的时候,他首先是不是得下载这些依赖,像什么voe,这些我们能看到的依赖, 然后他在运行vivoe chrome的时候,他发现他还需要其他依赖,然后他还得读取他的一个package.json,然后在他的package.json里面下载那些东西,然后他的package.json是不是还有package.json,那么他就一层一层的去找,那么一层一层向下的去下载的话,他就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npm 5.0就是package.json,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你打开这个文件,你会发现,这是你如果运行这个项目,所有的依赖,全部在这里的,而且他平铺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你对照你的node module,一个一个来,这个在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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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他是一个一个都给你平铺到里面去了,然后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字段,就是他的一个下载的一个地址,下载地址,他的地址也告诉你呢,那如果我们再去下载这个依赖的话, 是不是不需要一层一层向下去嵌套找这个page.js了,所以直接找这个里造物,并且把里面所有里造物一下载,所以就下载完成了,所以说这是npm 5.0的一个文件,可以让我们的这个npm下载更快啊,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机制,了解一下就OK,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webpack.config.js,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webpack的page,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给我们写好的这个项目当中,这个webpack的page到底是什么,那在这里面他还是先引用的这个pass,pass是个node.js的一个模式, 那么快,那这个就不用管啊,webpack引用进来了,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很熟悉的webpack.js会弄的model的sparse导出一个东西,那这个就是配置文件,首先他写了一个入口文件,入口文件什么呢,就是src下面的一个min.js,那我们会发现src文件夹下有个min.js,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入口文件,那我们所有的一个项目都会在src文件夹里面写,你会发现出来src文件夹剩下的时候都是配置文件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入口文件,那我们所有的一个项目都会在src文件夹里面写,你会发现出来src文件 我们写项目的时候都在src文件夹里面去写,然后在这里面有个输出,输出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路径啊,路径的话就是parse下面的一个result,下面的一个dist,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写完了开发完了之后,你就不要给它打包一下,打包一下会生成一个文件夹,叫做dist文件夹,这次文件夹里面就有build.js,那这个就是我们打包之后的一个文件,那在这里面还有publicparse呢,就是我们如果用那个服务器的话,它的一些文件也会发现, 送到这个dist文件夹下,那个服务器就是-dist下面也有这个build.js,所以说它我们再看一下这个indad.atml,indad.atml肯定是我们访问的一个atml文件,那在这里面是不是它就是引入了一个dist下面的一个build.js的,然后它在这里面是不是用了一个杠,杠是根路径,那根路径如果你是开一个服务器的话,这个根路径就只带这个服务器,那也就是说是服务器下面的一个dist,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那我们在这个wipad里面是不是, 写了如果是服务器的话,publicparse就是dist,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服务器的根路径就是dist,那如果你给它写完了,打包好了,打包到一个文件夹下也是一个dist的文件夹,那你会把这个dist的文件夹给扔到你向上的服务器上,也就是说不管是向下测试的服务器,还是向上的服务器,它的一个文件夹都是dist,都是dist,然后里面有个build.js, 然后在atmr里面我们都就是这么引的,没有什么问题,ok,这就是入口文件,还有一个出口文件,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规则了,如果看到.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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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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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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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然后接下来就是遇到图片 是不是用这个Fillload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是 它会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叫做一个Name 点上一个Sparse 点上一个它的一个后阵 假如说你这个图片叫做1.PNJ 那它也叫做1.PNJ 只不过后面是不是带了一圈哈希纸 那带哈希纸有什么意思呢 那假如说你访问了一个网页 那网页它如果你访问了一个图片的话 它会自动 榴获器会自动把这个图片给缓存一下 那假如说你下次再访问这个网页 还是访问1.PNJ的话 那是不是它就会走这个浏览器缓存 不会去服务器取取了 那它这个机制可以让我们的浏览更快 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 那假如说我把服务器上的一个1.PNJ改了 我假如说更新这个网站 那假如说这个1.PNJ变成一些其他图片了 但是它也叫1.PNJ 那如果你再次访问这个网站的话 你会发现 诶浏览器一发现1.PNJ是一个 好一个以前访问过的资源 它是不是直接走对来去缓存了 它就不会去服务器去取 但是这时候服务器的1.PNJ已经更新了 那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就是导致我们用户访问的网站 和我们想要它访问的网站 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在这里面 它后面就加了一个哈系值 哈系值什么意思呢 哈系值就是每一个图片都会 如果图片变的话 它的哈系值就变了 有时候它会根据一个算法 只要东西不一样 它就会生成一团哈系值 那假如说我1.PNJ变成了另一个东西 另一个1.PNJ 那是不是它就后面会带一串哈系值 那这样的话 就是防止我们走的软器换存了 那如果它还一直不一样了 它是不是肯定去服务器去取了 不会导致不一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后追 后追是什么呢 后追就是 如果是.js.view.json文件的话 它就不用写这个后追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用的模特化 我们可以在这看一下 明点Js是它引入的VoE 那只不过引入了一个app.view 那如果你在这里面不写app.view的话 因为它是以.view结尾的 所以说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它就是可以省电后追 可以省电后追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然后就是对什么呢 对这个DV server的一个定义了 DV server什么呢 DV server就是 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开一些什么历史记录啊 之类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性能的一些优化了 那这些就没有什么了 这主要的一些配置 我们已经说完了 这就是wipy配置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什么 说我看这个indy.jtml indy.jtml 它是不是就是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一个DIV 那这DIV就是我们要把VoE实力 给挂在上面的一个DIV 然后接下来它说引了一个sweet的标签 因sweet的标签的话 是不是肯定是打包之后的一个sweet的 那当然在这里面就是 dates的下面的build.js 刚才已经解释了 不管是你开一个测试服务器 还是你给开发完了之后 生成的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都叫dist 所以说它直接引的是dist 下面的build.js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indy.jtml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 我们看src里面 src里面是我们正式写 我们代码的地方 那首先看入口文件 mate.js 因为在wipy配置了 这个入口文件就是mate.js mate.js在这里面 我们是要用VoE 这时候我们不是用sweet的标签去引了 我们是用模块去引了 因为我们在那个pile.js里面去写了 它依赖于VoE 那我们如果npm e-star的话 是不是就会把这个VoE这个模块给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 它是不是就下载到nodemodel里面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nodemodel里面有个view文件夹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有个view文件夹 那有这个view文件夹 我们import的时候引入的话 是不是就是给它引入到这里面了 引入到这个importview 就从这个view这个文件夹里面去引入了 你会发现它就是我们的桌面 下面的一个VoE lesson 下面的一个nodemodel 下面的VoE 下面的taps 下面的index 都会引入这个文件 那它时候肯定是找这个view这个文件夹 view这个文件夹 OK 那么它把view引入进来了 然后它还引入了一个什么 它还引入了一个app.view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pp.view是什么 那我们打开这个app.view 你会发现 这个app.view是什么呢 车就有一个div 然后它是app 然后是amage一个logo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网页 首先是一个logo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一句话 这一句话message是什么呢 是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在底下去找 welcome to yourview app 那是不是就是这句话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它是不是这个页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 那只不过 它给它写成了一个.view的一个文件 那.view的文件就是一个组件 那这个就叫做是一个单文件组件 那单文件组件 那我们会发现 那.view文件 肯定是我们这段期不识别的 那在这里面它怎么做 它就直接把它变成了一个对象 如果你在这里面 我们看ypack page 如果你遇到.view这个文件的话 它是不是用view e-loader给它转换一下 那.view e-loader就是把我们.view文件给它转换成一个对象了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APP 它肯定是一个变量 OK 然后我们还是 搞完这个页面 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答应 是不是一个对象 这一个对象 有时候它会给它打包成一个对象 然后对象里面有什么呢 有data 有name 有render 看到吧 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如果view加component 然后这是不定一个组件 组件的第一个是不是叫做名字 我们假如说就叫做APP 这个组件 然后后面是不是一些配置项 那这个配置项是什么呢 这配置项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象 那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东西直接写到这 你会发现这个data是不是也是一个函数 一个function 比如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配置项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把这个APP给写到这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定义了一个组件 定义了一个组件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 它没有这么定义啊 没有这么定义 有时候它会把这个APP给它生成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我们这个组件的一个配置项 你在这里面只要记住这一点就OK了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它创建了一个Vue实力 Vue实力绑定在哪呢 是不是绑定在这个印代的ATML上面去了 因为在这里面有个ID叫做APP的一个DOM 那我们把它给绑定到上面去了 并且是不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ATML版 不过在这里面它用的是一个Render函数 Render函数是什么呢 Render函数就是我们最底层的一个模板 就叫做Render模板 Render函数模板 那我们不管是用HTML模板也好 还是Template模板也好 它最后都会用这个Render函数去表达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HTML模板也好 我们的一个Template模板也好 它不是真实的一个HTML 它说会给它编译一下 因为ATML里面是会带那些VoE的语法 那VoE语法肯定是我们这段期不识别的东西 它肯定VoE会底层操作 把那些VoE语法给它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的值 或者是我们要绑定的一些事件 那这样的话它是不是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那转换的过程 它在内部就是用Render去实现的 那在这里面它直接调用这个Render函数了 直接调用这个Render函数了 然后就是Render函数是一个函数 那假如说我们写一个方式 然后它会自动注入一个东西 自动注入一个叫做CrewItElement的一个参数 只不过刚才它怎么写的 Element 然后它直接刚才是不是写了一个H 对吧 写了一个H 那在这里面只是它注入了一个参数的名字 那如果我们余裕化的就是CrewItElement 给它变成一个DOM节点 然后我们把什么给它变成一个DOM节点呢 是把这个配置像啊 对吧 这个APP给它变成一个DOM节点 因为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就是 刚才我们输出的这个APP 我们再看一下 它是一个对象 那我们不管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组件也好 是不是最后这个组件都会渲染成一个DOM 那它就会把这些东西给它编译成一个DOM节点 可以啊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它就会把它给编译成一个DOM节点 并且放到哪 放到这个APP上面去 把这所有的一个APP这个DOM节点给覆盖掉 比如它现在也不是用这ATM模板了 它直接用的是一个run的函数 把一个对象给它编译成我们的一个DOM节点 那其实啊 其实它在这里面 是非常非常优化的一件事情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ATM模板也好 还是我们的Template模板也好 这个时候大家很熟悉 一个是ATM模板 直接用ATM 一个是Template的 它首先它会把它编译成什么 都会给它俩编译成一个对象 编译成对象 OK编译成对象 然后呢 再把这个对象 编译成我们真实的一个DOM节点 那这个就是涉及我们 虚拟DOM的一个知识了 那在这里面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就是我们 一个底层的一个实现了 如果大家有趣听的话 还是去看我们的进阶班 在这里面都有一个 对虚拟DOM的一个详细讲解啊 那这个你只要记住 记住了 我们这ATM模板也好 Template模板也好 它首先是不是应该 编译成一个对象 只不过现在是不是 我们直接有一个对象了 我们直接有一个对象 直接用这个run的函数 把它变成一个DOM节点就OK了 那当然 你在这里面也可以这么写啊 也可以这么写 首先是我们可以定一个components 然后app叫做app 那这个app什么呢 就是这个组件的名字 然后这个app呢 就是我们这个配置的一个对象 是不是这个对 它会生成一个对象 这app.view 是不是刚才已经看到 它是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些配置项 什么data什么name里面都有 然后这template呢 什么呢 这template就是我们在这个app.view里面 看到的一个template的 一会儿我们再解释 这个app.view到底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不是 我们就会定义了这个组件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写个template 然后是不是这是一个字幕串模板 字幕串模板 我们直接把这个app给写到这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template 是不是会覆盖我们的atr模板 有时候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把这个app 这个组件里面 template直接覆盖到哪 是不是直接覆盖到这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盗目节点 你会发现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div app 那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app.view里面的一个template了 对吧 是不是就是template了 也就是说 这个单文件组件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它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就是一个template的 第二部分呢 就是一个squid的 第三部分就是一个style 那么template呢 就是跟我们写什么的template一样的 我们如果定一个组件 比如一点component 然后第一个组件的名字 我们就叫做一个my component 然后第二个是不是一个对象 就像里面是不是有个template的 就相当于 你把这段东西 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放到这里面去了 对 这里面是不是应该一个自图串 只不过现在我们如果写成一个单文件组件的话 你用这个template的h5的标签给包裹起来 你在这里面就可以进行一个table的一个生成了 我是不是说过template的模板 它写着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写的是一个自图串 自图串的话 没有一些高量 也没有什么的 也没有一个template的自动生成 那在这里面 我们如果用这个template的这个标签 template的单文件组件的话 可以又有这些东西 既有高量 是不是也有我们的一个自动生成 那这个其实就是template的 然后剩下的一些配置呢 data写在哪的 就写在这square的标签里面 只不过square的标签你必须给它导出 因为在这里面 是我们在别的别的里面要导入它 所以说你得给它导出 那在这里面就是一个默认的导出 这是一个es6的语法 es6的语法 导出在这里面是不是有数据 就相当于你把这些东西 粘过来 然后放到这里面去 ok 那其实就是你相当于定义的这个一个组件 那这个name name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殊的 因为在这里面是不是它是一个对象 它是一个对象 你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写一些其他的一个属性 对象 你是不是可以任意的写一个属性 我写一个age 10是不是也是ok的 对 age10也是ok的 那只不过在这里面 它添加一个name 来区分组件的不同的一个名字 那在这里面只是给一个开发者看的 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因为在这里一个 vue.compone里面 是不是没有name这个属性 没有name这个属性 所以说这就是进行一个标识 进行一个标识 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是定义的组件 只不过在这里面 我们用什么组件去定义的 是不是一个局部组件去定义的 然后并且把它给使用了 使用了一下 把我们的一个盗墓界点给覆盖掉了 用template的模板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文件组件 然后大文件组件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一个style style里面就是写一些样式的 写样式的话 你可以写一个局部的样式 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里面 加一个scope okscope scope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局部的样式 也就是说这个样 这些样式只有在我们的这个组件里面 好使 除了这个组件就不好使了 那你想象一下 你以前定义的组件 是不是都是一个全局的样式 那在里面它是有个特殊的 如果你不写这个scope的话 就是一个全局的样式 也就是说我们在任意的一个地方 都可以使用的这个样式 那如果你写个scope的话 就是一个局部的样式 那这就是涉及到我们CS模块的东西了 CS模块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怎么使用这个VVCLA 并且是不是生成了一个项目 然后在这里面 我希望大家 回去看一下什么呢 把这些所有的一个框架给看一下 然后自己去研究一下 怎么去把这个 APPW给导入的 其实APPW导入之后 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象 就跟我们VVD component的 这个配置对象 定义组件的时候的配置对象 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要把这部分搞不清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 它才能 更快更好的一个学习啊 然后接下来这些课就先到这 然后我们下课我们继续学 就